这回开头啊 小丫头佳慧和小红聊天 小红说了一句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是什么意思呢 长篷啊 是旧时候富贵人家 有婚丧嫁娶这样的活动 搭了用来办宴会的棚子 千里长篷 是说棚子很大 当然 那不会有一千里 它是个形容词啊 宴会就会十分的烦胜 这句话类似于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同时又暗示了 再荣华富贵的家族 最终也难免衰落的结局 这两个丫鬟谈话之后呢 宝玉去找黛玉 路上看到贾兰 拿着弓箭追赶小路 贾兰说 自己是在练习骑射 这是清代齐人贵族家庭的特色 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 清代的满族贵族子弟 除了读书写字 还要学习骑马 射箭 毕竟满洲齐人 从前是马背上的民族 清代规定 亲王背了以下 要年满16岁 才能免去骑射练习 宫里教育皇子 除了教读书 也要教骑射 满族人入关时候 只有几十万人 很容易被汉人文化给同化 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特性 他们非常重视 国语和骑射的教育 国语是指满语 骑射就是对骑人子弟的 骑马射箭的教育 贾府的祖上 宁国公和荣国公 都是靠着军功 才被封了公爵 作为将门之后 练习骑射 也是应该的 一进门 宝玉听到了黛玉 说了一句 每日假情思睡昏昏 林黛玉不承认 自己说过这句话 贾宝玉说 给你个匪子吃 我都听到了 给你个匪子吃 匪子是什么意思呢 匪子是一种带壳的松果类的食物 这里头是指 用大拇指扣住中指 或者食指搭在中指上 轻轻弹人的脑门 其实就是现在的弹脑膊 是关系亲近的人之间 有点开玩笑的 带惩罚意思的小动作 黛玉发现贾宝玉听到了 修红了脸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句话呀 出自他俩之前 共同读过的《西乡记》 是书中女主角 崔英英的唱词 表现了崔英英 思念恋人张生的心情 黛玉和宝玉之间 从小关系就暧昧不清 这个时候被宝玉听到了 这句有这样含义的话 作为那个时候的女孩子 那肯定是羞死了 接下来 宝玉对待遇的丫鬟 子涓说的话 一下子就惹恼了林待遇 她说 好丫头 若供你多情小姐同冤账 怎舍得迭背铺床 这句是《西乡记》里张生 对崔英英的丫鬟 红娘说的台词 意思就说 如果能因为你的功劳 而和你的小姐同床共枕 又怎么舍得让你去做 铺床蝶背这样的事呢 宝玉把自己比作张生 把子涓比作红娘 那把林待遇肯定就比作崔英英了 这么直白地表明 自己想和对方同床共枕 虽然是一句玩笑 但是确实有点轻薄 林待遇一听就大怒 总之 由于林待遇的敏感 和贾宝玉的口无遮拦 他们两个人经常是 吵吵闹闹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